世界上最大的古帆船谢多夫号 在2019年12月8号 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 踏上世界巡回之旅 他们在三个月前进行最后一段航程 从海深维港沿着日本海北航 穿越冷冽的北极海域 顺利在11月27号平安归来 完成长达近一年的海上冒险 帆船围杆上飘扬着国旗 随手操作着方向盘 其他船员听从指示放下帆船 风帆展开 一场跨越包括大西洋 印度洋和太平洋等三大洋的环球航程 就像这样开始了 俄罗斯籍世界上的最大四维帆船谢多夫号 为了庆祝俄俄罗斯起源1150周年 一年前从加里宁格勒启程 挑战古帆船的环球之旅 最后一段航程驶入冰冷的北极海域 随手们挺过冷冽强风 终于顺利在今年11月27号 平安回到加里宁格勒 谢多夫号是在1920年代由德国建造 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 移交给苏联海军 他在金氏世界纪录中被列为世界最大的训练凡权 而且仍在服役中 虽然最后一段航程中 北极海域的刺骨寒风令甲板上工作的水手感到格外艰辛 但在一片汪洋中还能近距离 欣赏北极光的美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因为中共肺炎疫情影响 大多数前往国际港口的航线被取消 但还是有幸能在法国布雷斯特港 西班牙乌拉圭南非和新加坡等港口停扣 停扣期间除了更换船组人员 补充必要物资 也吸引超过万名游客登船参观